这样都把它喝了 大兄弟 您这就上班去啊 大清已经来了 天天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不好 老做梦 还梦着妈妈哭了 她妈妈一夜都没有回来 知道了 帮我一盛碗粥吧 您不吃方便面了 好久没陪我宝贝儿子一块吃早点了 来 乖乖吃 吃完爸爸开车送你上学去啊 要是她妈妈回来 该怎么办呢 不是废话吗 这是她家 昨天晚上打牌来着 哥儿几个都说好了 手机呼吸余力关上 这里值得咱们两个人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我电话里不是已经说了吗 可是你并没有告诉我 你和顾丽维在一起啊 你是她的初恋情人 你不会也怀疑她吧 我想起来了 前两天你进过她的书房 还动过电脑 那又怎么样 玩游戏不行啊 是她让你干的 姐 没事吧 生贼呢 到底是不是啊 怎么了 不就是些文件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我再问你一遍 这件事情 到底和顾丽维有没有关系 你这么想挺好啊 相互关心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文件是我拿的 你 但是被她毁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她说了一旦传出去 对你很不利 而且会连累你 姐 你不会告诉姐夫吧 她对我不错 你偷文件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吗 那你你你替我解释解释 解释什么 你干的跟我干的 有什么区别呢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炒番了 我已经搬到酒店去住了 这么严重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让我还有什么脸 再回这个家呢 天天 天天 妈妈 天天 哎呀 儿子 妈妈想死你了 妈 学生说你不要我们了 不会的 你啊是妈妈的命根子 妈不要谁啊 也不会不要你的 知道吗 大庆叔叔 要不要带我去肯德基去 您好 董事长让我来接天天 说要带她去吃肯德基 真巧 我也想带她去 那您等等 我给董事长打个电话 董事长 陈大庆来电话 说您太太也去学校接孩子了 小语 凭你的直觉告诉我 安徽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没有 不论是直觉 还是理论分析 我都敢肯定 您太太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谢谢 你下去吧 哦 那陈大庆的电话呢 安徽是孩子的妈 自然有权利去看孩子的 恭喜恭喜恭喜 也有两家公司合作 就大有前途了 是是是是 看我公司这么大 当然有前途 好 走吧 你爸爸等你呢 嗯 妈妈 天天 那件事 我听徐嫂说了 不管谁干的 跟您绝对没关系 是啊 原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我们都错了 安达都跟我说了 坐会聊聊吧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兴趣 那行 我直接找夏总林去 你找他干什么 证明我是无辜的 你本来就是无辜的 你也不应该住在这种地方 怎么 我们俩就真的要这样继续站下去吗 那就去坐一会儿吧 反正我也省不着 我父母去世的时候 他才六岁 这二十年来 是我和周灵把他拉扯大的 周灵非常喜欢他 甚至超过自己的儿子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 别把这事想得太严重 你弟弟按他人不坏 只是讲义气 这和讲义气有什么 我还会比他更好 你把这事想得太丰…… 我还会让他更好 我试试 你准备了 你 我还会不想 我还会让他 你这种东西 我还会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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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带这么多现金 我走的时候在这可以吗 可以 不过我们要先看一下你的随身物品 为什么 你妈 不必了 我是专程来替这位女士结账 你怎么来呢 安达告诉我的 这里是一万块钱 购结这位女士的账 对不起 安辉女士 我代表饭店向您道歉 希望您能继续汇补本饭店 来 开个收据 把果胖和喧花送到房间 这下子好了 你可以安心地住这儿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不必了 我现在就结账 废话 没困难我花钱雇你们干什么 当宠物养啊 我警告你们 今天下班以前 统统得给我搞定 否则统统卷不开滚蛋 你群废 干什么 有事吗 我给饭店去了电话 他刚办完退房手续 他拿什么结账的 现金 不可能 他手里没那么多现金 前台大人说 是一位中年男子帮他结账的 我先出去了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小英 我问你了 要是你丈夫有了外遇 他搬出去住了 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有一天让你亲眼看见他们 轻轻热热的搂在一块 你会怎么处理 我要先问问清楚 你亲眼都看见了 你还问什么 如果我很爱我的丈夫 我会给他一次机会 听他解释 好了好了 少唱高调了吧 对不起 我以为我们讨论的是男人 好了 你去忙吧 这些你去 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 回家还是换个饭店 我开车送你 不用不用 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对了 刚才结账的时候 还剩不少钱呢 拿着吧 将来一块还我 谢谢 我自己这里还剩一点钱 再见了 等一下 这是我的名片 有事给我打电话 不要客气 好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 又是我合伙人的姐姐 这理由够了吧 可是我曾经伤害过你 不 我不认为那叫伤害 就像咱们没有考上大学 总不能怪学校吧 只能怪自己水平不够 不是吗 你比过去豁达多了 不认为那样 不是 我 McInory 就点了 不认为对 不认为对 对 不认为对 银子 我 啊 小梅 小梅 小梅大修 我是她大学的同学 早就出国 两口只一块走的 出国了 对不起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小梅 你也知道她出国了 走了三年多了吧 那时候我们几个老同学 还会她聚会送行呢 怎么会没有人告诉我呢 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 那时候你跟你丈夫 在海南吧 在同学中 只有小梅毕业以后 和我还有联系 现在连她都糟了 除了大学同学 就没了朋友了吗 我在家已经带了有七年了 有个老同学可以帮你啊 谁 我呀 我跟我母亲住在一块 她现在到处讲学 暂时不会回来 我可以搬到安达那儿住去 不不不 这绝对不行的 为什么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安达的住处 本来就是我的公司嘛 谢谢你的好意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 好吧 说起来也真的是不合适 万一让你丈夫知道了 说也说不清 等一下 我有个表姐 人很热情 我跟她联系一下 不用打了 我去你们家 这是医院分给我妈的房子 这是客厅 这间 就是我住的 这楼上呢 是我妈住的 请 来来 来 别客气 请 来 你就睡这间吧 你放心 这床单跟床照都是新换的 我妈有洁癖 保证比五星级饭店 还要干净 我大概已经有二十岁没见你妈妈了 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找的 好像是去年吧 他倒是一点不显老 应该有六十多了吧 六十 他说这是他们家的遗传 这个遗传在你身上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你的父亲吧 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我自个人没见过他 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过世了 那你母亲就没有再结婚吗 没有 他非常爱我父亲 我出生以后 他就把这份感情转移到我的身上 不愿意我受一定委屈 所以你是我们戏里有名的孝子 我母亲这辈子还真不容易了 除了我就是工作 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他还到学校里专门来看过我 还跟我支过一条委屈 他确实是很喜欢你 他现在一定是恨死我了 那倒不至于 只是觉得非常遗憾 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放心 至少两礼拜 说实话 我现在觉得很害怕见到他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说有人怕见他 他当了医生四十年 早就修炼成菩萨心场了 好了 从现在开始 这个家就完全是属于你的 我想进都进不来 来 不必了 我不会住太久的 也就是两三天吧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下心来 好好把这件事情想一想 好了 你先生啊 不会让你在外头待太久的 他肯定到处找你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 我以为他会来找我 求我回去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会有这种卑劣的手段 他这么做 确实是有些过分 不过这也证明了 他很在乎你 希望早点逼你回去 这个家我肯定是要回的 那必须把事情说清楚 有一件事不能跟他说清楚 什么事 说你住我这儿啊 他肯定会生气的 爸也是自找的吧 安慧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意气用事 毕竟是夫妻嘛 退一步啊 大家都风铭浪静 你们还有孩子呢 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要赶你走啊 不 是我误会了你 我没想到你还会对我这么好 怎么 你真以为我会趁人之为啊 说谢谢已经没有用了 我只能说我很感动 能够重新开始我们的友谊 我也觉得很荣幸 你先去到学校去 把天天接回来 就跟学校讲家里有事 给他请几天假 嗯 嗯 出什么事图成这样 我觉得 我像个特务 你好像很关心董事长夫人 她是个好人 不应该关心吗 小声点 你别让董事长听见 小云 让赵理事长上来接我 好的 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有没有发脾气 他什么也没说 就跟没听见似的 这就糟了 这说明他真的生气了 有人在吗 没人 哎 你来干嘛 我怎么不能来 我妈妈是这的股东 我是代表她来视察工作的 嗯 德华 古德华呢 被我赶出去晒太阳了 整天闷在屋子里 都快变成老鼠了 你都挺关心她 谁关心她 我是不想有人打搅我们 你真狠心 好几天都不露面 也不知道关心人家 哎 大小姐 你要什么有什么 还需要人家关心你吗 我哪里要什么就有什么吗 嗯 不要你关心我 哎 好好好 小姐小姐 工资刚成立啊 我已经忙不四脚 曹天 你别烦我了啊 哎 哎 我可以帮你 来来来 还我 还我 你 你真的想帮我 当然 我非常能干的 好吧 吴德华刚搞出一套商业软件 你查一下对口公司 打电话给他们 问清楚地址 再把这一批宣传材料寄罚给他们 这里总共是五百份 不够的话再硬 来 你住我这儿 好好地用功啊 真阴险 我知道 你故意在整我 你刚不是说 你很能干的吗 那你舍得把我累死吗 我告诉你啊 资本在原始积累的时候 是最残酷的 来 把这电话 好好抛一抛 啊 嗯 抄就抄 看你能狠心到什么时候 你这么早 吃这么晚 我没睡好 让我天亮随睡 不 不 我也是 你给我老板 我去给你熬点重啊 不 我想出去吃 吃点清淡的 那好啊 吃日本料理啊 我随便说说的 这几天吃日本料理啊 我都吃怕了 吃到 我爸能去吃的吧 都怪佳佳佳 整天泡在那里 哎 对了 我爸手艺怎么样 我还没去过呢 马马虎虎啊 骗着巫人还行啊 那 再来一块儿去 我可不想再去 省了他又有什么想法 怎么 我爸 还想追你 他敢 不过这回啊 你爸回来以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 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这次越火越没出息 你不进去吗 你告诉我你不认识路 我才送你来的 哎 我爸爸要是知道 你到了门口都不进去 那他可真的要想法了 他会有什么想法 说你看他呗 爸 爸 爸 来 爸 你的客人都这么隆重啊 来 我来擦 对不起 不不不 我来我来 我来 爸 给我 我刚某一见你 又以为看到你妈呢 别抒情了 帮我煮一大碗面 再多放点青菜 恐怕要煮凉板了 我那碗多放你下 我那碗都放你下 我那碗多放你下 我那碗多放你下 终于良心不安了 是肚子不安 走 先吃饭 算是约会吗 不不不 是你工作应得的报酬 没劲 来 你们来了 家庭聚会啊 你跟我爸先聊 我进去准备点吃的 难怪佳佳 一定要拉我来这儿吃饭 你好 你好 你不来我也会去找你 我看了王海燕的报告 你不搞平台竞标 去搞什么商用软件 我没办法呀 竞标需要花很多钱 你又不肯投资 你会耽误大帅的 夏忠林那边抓得紧得很呢 对我而言 能赚钱就是大事 吴德华的软件 在市场上很抢手的 对我们这种小公司啊 一年赚个几十万 我就很知足了 别演戏了 你比我还恨夏忠林 我看你是在逼我投资吧 没错 公司的股份啊 我占百分之四十 吴德华人家是凭智力投资 所以他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剩下的百分之三十 就是留给你的 差不多五十万吧 五十万 你熊疯了 把你们全卖了 也卖不了五十万啊 丽华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这没你说话的份 我吃好了 你慢慢聊吧 白老板说得没错 您先别生气 坐着好好地听我说 还说什么 你公司注册资金也才二十万 可是我们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 期货跟现货 能是一个价吗 钱我出 公司算我的 如果是要竞标 我们的确需要立华电子加盟 可是像微软那样 专稿软件开发 我们是不需要任何人 我负责策划 吴德华负责设计 安达负责营销 我们可是黄金组合 还有我 我可以给你们的文秘 谢谢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对付夏中霖的吗 我是因为安辉才有那么做的 可是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分开了 安辉也已经离家出走了 是吗 为什么 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 不过 你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帮你打听 他们要离婚吗 瞧你这个表情 好像很乐意看到他们离婚那样 他们离不离婚 关我什么事 您好 赵律师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是董事长让我来的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听说是董事长的司机发现的 陈大庆 嗯 连他也这样 真是有钱能是鬼推磨的 你有什么事来找我 你说吧 董事长让我通知你 今晚十二点之前 必须回家 必须 是的 这是董事长的原话 否则 他将向法院提出离婚 什么 他也和我离婚 对 离婚的理由是 你跟顾立伟有婚婉情 你胡说你 不不 他胡说 他就是诬陷 对不起 作为律师我有必要提醒您 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婚婉情是可以成立的 证据 什么证据 你说 你说 请注意 我下面所说的 都是有证人或者有证据的 第一 你现在的住处是顾立伟的家 第二 你在饭店的费用 是顾立伟帮你支付的 第三 你帮顾立伟盗取了 临安集团的文件 第四 你跟顾立伟当年曾经是情人 还有呢 作为一个律师 我认为这几点就足够了 当然 您要是按时回家 这些都没有用了 不过您要是不回去 后果是严重的 如果法院判定婚婉情成立 你将失去财产的分配权 和对儿子的监护权 我要回去见董事长 您有什么话让我转告的吗 你回去告诉他 我今天晚上就回家 好吧 这样吧 如果你还是要继续跟夏中霖斗 我可以帮你 条件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只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 好了 就这样 我回公司了 再见 别走啊 还没吃饭呢 我想 你妈恐怕没有这个心思 请我吃饭了 你这套口是清非的本事 是跟夏中霖学的 跟着他几年 确实是学了不少东西 尤其是谈判技巧 这个我也懂 叫做欲擒故纵 你听见了 我女儿都知道 你怎么还骗得了我 这不叫骗 倒像是下象棋 当初 你舍不得足 今天 就得舍居 嘉嘉 你跟咱子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喜欢他 这人太精明了 臣服为深 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 我就是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他不是聪明 他是老奸巨皇 没错 连你妈对付不了的人 就算那两个捆在一起 也不是她的对手 你说谁对付不了 我只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对对对 是好女不跟男斗 嘉嘉 妈是认真的 您要跟他在一起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那好啊 我正想多重善感一次 通通快快地哭一把 嘉嘉 你太任性了 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为什么现在连自己女儿也管不住 谁厉害啊 你说谁厉害 谁厉害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错了 欢迎下次再来 小心开车 你还爱他 对吗 我看啊 他对你还是有点意思的 都来过好几次了 他最近只是太寂寞 他现在正在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故意让我会错意 跟我表示出来呢 然后就狠狠地把我骂一顿 但我今天终于看清楚了 就像我这么多年爱他 他这么多年 却爱着另外一个人 谁啊 夏忠宁 爸爸 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啊 应该明天吧 嗯 肯定是他回来了 该不给他看你 准备你事 带天天去上去睡觉 我不累 你要是不想让他进来 许总 你要还想在这干下去的话 最好别操手管我们夫妻间的事 许 天天 走 咱们睡觉去 嗯 走 走 对不起 我没有带钥匙 没事 家里总有人在的 进来吧 嗯 肚子饿了吧 厨房有给你留吃的呢 啊 谢谢我不饿 儿子好吗 很好 刚上屋去睡了 坐吧坐 好 我可以见见儿子吗 可以啊 但是有几件事 得先说清楚 否则就不能见儿子 是不是 我倒没这么说 可是你这么做了 你居然把儿子扣在家里当人质 你太过分了 这是为你好 什么 还是为我好 这是提醒你 背叛了自己的丈夫 就要付出一切代价 一切 明白吗 我明白 赵律师已经把你的话 展示得很清楚了 你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也用不着封账号的 我可以把它都还给你 你要干什么 我想和你离婚 你别瞎说 你知道的后果吗 你这笔律师费可以审了 咱们有没有上法院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你满意了吧 我今天所以回来 就是想见见儿子